在台南 真的要往这边进去 真的 amazing 大家好 我是韦伯 欢迎来看我 在台南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阿兴咸州 一大早就好多人在排队了 咸州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我们来今天看一下 这种湿雾鱼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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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下一站来到的是办公 还是公办 饭狗 哦 呃 对面的 孔庙 来咯 台南孔子庙 孔子庙 孔子庙 嗯 听起来很像 很像什么白酒 全台首 好 进去逛逛 台湾 下游会 不需要门票的 就听完了 感觉蛮大 哲 哟 哟 好看哦 这个是大门走进来的方向 穿过了两个 一个什么门 忘了 然后又到了一个门 然后这个门没有名字 有 有吗 但没有 一路门 啊 这个是孔子 寺 人家明明是孔子词 词堂的词懂不懂啊 季孝寺 所以 这些都可以进来逛 然后呢 才发现 其实这边中间 这个大门进去 还是需要 买门票的 台南市民是不需要 是免费的 一般民众是40台币也不贵了 十块人民币都不到 还是很值得一逛的啊 比国内的 好多门票都便宜多了 这个孝子撕进来好多的这种 这个算是可能后人给先人的一个 服务了 在这个门边上 一个大龙树 大龙树下有一个 这个蛮 不一样的 一个 日式风格的简直 上面写着 这位是大 正 七年 六月 所以这应该是日剧时代的一个 一个 纪念碑吧 它就叫做纪念碑 这边很有意思的 拿孔子做了很多零食 然后孔子说 读书要多用点心 新闻进来以后 又有一块 有什么碑 什么字都看不到了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 黄青 应该是清朝 有下的一块 什么碑纹吧 然后继续往边上看呢 我在那边 远远的又瞄到了三块 还是 三块十倍 我去看看是个啥 远远的看到的也是啊 黄青 那两个图屯 应该是当时大清的 是不是旗帜还是什么 然后同样的 黑文上的字啊 看不开心啊 我很想看 是哪一年 看不清啊 这非常有意思啊 有一个朝代更替的这种感觉 这三块碑纹 左边是一个文昌阁 目前好像是大门锦锁 然后我又发现这边 又有一块碑纹 我去瞧瞧看 这块时间就更近了 中华民国83年 那应该就是1994年的时候 留下的 这一块碑纹 但是这 这个字啊 这里面的内容都非常的文言 看不懂 哈哈哈哈 你们来看看 有文化的你们 我不行 在明伦堂正门 的边边上 又有一块重修的一个碑纪 上面记录的是 我终于看清楚了 嘉庆23年 嘉庆23年 嘉庆这应该是最古早的一个 10碑了 10碑 好 买张票 全票40 好 谢谢 不认识这个第二个什么字啊 西吴 四吴西吴 全是牌位 不太认识 先来看看全是牌位 卡 还是很值得一挂嘛 哈哈哈 文庙 我怎么有一个感觉 这个文庙 或者孔子庙真的是个庙 诶 那孔子呢 这我真的很奇怪 孔子庙里面没有孔子的吗 有初歌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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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初歌量的排 所以这边是孔子 地子 然后呢,我们等一下,这边是中午吗? 好看的 大成点 然后呢 我想象都不一样哦 它供的是一个孔子的牌围 啊,有孟子哦 哦,是是是是是孟子 所以那个是什么? 惠子吗? 然后这边是颜子 N字 OK 好有文化哦 但是,sorry,看不到空子 任何的 对,全是一些牌围啊 但是这里面的牌匾都是挺多的 开头,这边是牌匾 隔配圈 在孔庙的对面 这条马路上 七楼下面 非常不省眼的一位位置 再来 哇哦,还好我不是一个胖子 你可以想象吗? 真的要从这边进去 然后上楼 这是你间咖啡屋 amazing 这胖子太不友善了吧 真的是超宅 感谢你的点赞和关注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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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